白羊座,又来了,过去一年,每当一个星座月到来的时候,汉达都会用几千字长文,跟你们360度无此角。 波茧车司的森巴那个星座,从新的2018年开始,我会用另一种方式给你答案,让12星座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身上跟某个特定星座的奇妙联系,请输入标记。 白羊座也叫母羊座,出生时间3.214.20,注意哈,每个星座的出生时间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太阳过紧的时间,偶尔会有几小时差别,比如今年的白羊座是从3月21日0.15分开始的,在这以后出生的就都是大白羊了,主宰行星,火星,属于火象,基本功,代表颜色。 红色,代表深部位,头部,找出12星座的白羊精英。 白羊座,你们就是你们自己了,作为黄岛第一个星座,是12星座的初始,也可以说,很多东西的本能和源头,都可以在白羊座身上找到。 它们就像一首歌的戏曲,一本书的卷首语,特别简单,但是却特别直接,有意义。 白羊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星座,它们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和不敢。 虽然是单西方生物,但是却真正做到了忠于自我,风风火火,因此这个星座所有的好与坏,可爱与无那眼都是不由于地,直接展示和头发给你看的。 它们用只属于自己的方法吸引你,爱护你,或者,让你沮丧,让你受伤。 白羊座拥有了报道总裁99.9%的特质,活力满满,骄横跋骨,在高兴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可以,你让他用手托你上天都不在话下。 它们不高兴的时候,别说你出个声,你就是稍微喘口气而都是你不对,是会背后的啊。 无论白羊男还是白羊女,都是感情明确,非黑即白的一群人。 它们爱,恨,欣赏,厌恶,基本直接可以看脸得出答案,白羊座不会藏着掩着,它想要的东西就是想要,它们痛恨虚伪,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悲意。 当然情绪也是喜怒无常,变化极快,风一阵雨一阵,都不给人时间闯息和适应的。 对啊,人家脾气就是臭啊,可那又怎么样呢,你别生客气了,能占什么的,只会把自己冻成冰棍。 白羊做聪明的时候无能能低,迟钝的时候反折不挠,别人笑我太疯癫,我向你们看不穿。 所以千万不要在白羊聪明的时候去找茶,更不要在他迟钝的时候去找骂。 如果说我最欣赏白羊什么,那就是活得真实。 设想一下等你七老八十的时候,已经老眼昏花满脸者子的时候,回想起这辈子,都是纵心肆意,都是畅夸连离。 起码自己想干的事儿也是过了,成不成的都是回忆,想见的人想说的话,也没意思在肚子里。 就算没有那么多明确的目标,起码每天都是开开心心过日子的,没起人忧签,没被公舍远。 时间在你身上划过的每一鸟,都明明白白,干净利落。 这是多么好的一种状态啊,秋金牛座,来一群忧伤的人吧,用你们的忧伤换他们的断肠。 若说金牛座身体里,那个部分潜藏了白羊的基因,那恐怕就是他们被逼急了,要开始喷你的时候。 金牛平时真的是节奏平缓,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日常行走恩免不变样,对外界的变动也特别迟钝,甚至是逃避,不愿意应付。 一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或是危机到来,有些人可是把他们逼到非要作变什么地步,那这个时候的金牛就会发生质变。 长久以来积累的压力也好,困惑也好,都会在这次机会中爆发到极致,宁可与死瓦破子也不退缩。 身体里就仿佛喷搏出一个全服武装的大白羊,开始进入战斗状态,眼里带血,口吞火焰,什么客观啊理智啊,都丢了都拥了,即使没有准备也会强冲上阵。 即使一切未知都要放手一搏,不认识他们的人,会觉得是被什么东西换了灵魂。 最近牛肚而言,白羊反而是需要用更多时间去了解和体会的,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会为对方的直爽,鲁莽而先入为主,觉得人家傻缺,人家二愣子。 直到大白羊们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以后,你才发现爱麻,原来你有这么多可取之处啊。 没错,当你发现对方不一样的时候,不是他变了,而是一开始的你,就错了,求双子座,双子和白羊,一个是风箱,一个是变动工,一个是基本工。 照理说,是互不打扰,也不会太讨厌的内心,但你们知道吗? 其实当双子座好奇心发作,对什么人和什么事,要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他们体内白羊基因膨胀的时候,双子宝宝做事的程序比较奇怪,他们不像正常人,有思考,分析,判断,准备,下手的过程,而是通常会吸引,注意,直接监视是在说。 这个顺座的错乱,让他们第一步的时候,是完全受到本能知识的,一切心甘情愿或是心生抵触,都由这最初的感觉来指挥,完全是白羊坐上身,不管不顾,我先高兴了在说的样子啊,他们在面对极度感兴趣的东西或人时,胸中是有一团火的,这团火未必燃烧得很棒,但气人的是,他会给你痒痒的,大小挠心的感觉, 让你没有了进一步处理,考虑的空间,反正一头热气就进去了,不过大双子之所以让我们感觉情绪变化快,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二步,的第三步的时候,给了自己很多余地回归正常, 双子跟白羊相处两个人都不用藏心眼,往往还是第一时间一拍几何的类型呢,但是呢,你们容易在关键问题上产生利益,想法的分析,虽然不会很撕,但常常就是觉得无趣,然后各自远离,所以当玩法没问题,只不过少了很多纠缠和谦话, 就好像平行线,看着,挺好,求巨蟹做,同类基本功,其实你们是表面上看差异很大,本质共同特性却惊人的一对而组合, 尤其在做事出发点上,别看巨蟹完全做不到白羊那样直接,那样不弃后果,那样冲动,但是,他们却可以做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哈哈哈哈,说起来真的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总归是让自己少一点伤害的保护所吧,巨蟹为啥出渣男那么多,为啥如此会暧昧,在这个问题上,你都能得到答案,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巨蟹做,为人处事多与事无争,挺柔弱,也挺好说话,但是,关键问题上绝对不会吃亏,绝对不会,其实换一个角度想,巨蟹为什么在感情上很难主动, 为什么在人际相处上,经常为人情所累,说到底都是因为他们为自己想的太多,一怕受伤害,二怕不评价,三怕周围环境支持点点,同归一句话,怕自己得不到预期中的结果, 巨蟹白羊在感情上,还是挺容易走到一起的,尤其会有一种督督转转,却发现你在人群中最亮眼的感觉,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做同事或上下级就会比较麻烦, 巨蟹眼中的白羊是麻烦鬼,是惹是惊,狂撞,白木,让人总是害怕他给捅了什么篓子,听狮子做,同为火象星座的狮子和白羊,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可以说,狮子是白羊进化之后更复杂,更是会性的一个版本,他们竞争意识强,同时也更需要外界的狮俗标准认可,如果说狮子身上的白羊精英, 在众多的交集里,最突出的就是战斗性了,你们是天生有胜负欲和征服意识,无论职场还是情场,都想要主动权,依次显示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在感情上也都需要对方释放的包容和温柔,来化解自己少一根筋的性格,狮子做跟白羊一样,看到一些好东西,就会下意识的想要自己拥有,可能外人看来, 有些贪心有些不顾其他人感受,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多想,只是凭借把能投入一段竞争关系中,并且特别用力而已,不过,狮子跟白羊的不同是,某些时候的白羊,可以接受失败的结果,大不了默默复原,但失败对狮子而言,灭顶之灾啊,狮子和白羊,可做猎人可做朋友, 只不过,当两个人太一样的时候,就容易进一起进,退一起退,冲动一起冲动,暴怒一起暴怒,请处女做,你还真别说,白羊治愈处女,是非常特殊的存在,而处女体内,也暗藏着白羊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就是无微无矩背后的不自信和失落, 一个是用完美报价自己,一个是用阳光暖了周围,但其实,都非常需要人保护,懂吗? 内心深处的白羊们,其实是经常有挫败感的,这种感觉,也常见于处女的生活里,每当经受过现实的打击,每当自己的想法被外界狠狠地否定的时候, 你们都会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一角,没有太多挣扎的力气和空间,处女做的感觉很敏锐,你们往往会在失落和沮丧的时候,第一个惩罚自己,而无比乐观积极的大白羊,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的暴躁和不会掩饰,殃及了驰鱼,另一方面,白羊做和处女做,都是不太会说话的类型,往往处于好心,结果因为面子啊, 或是自尊啊,让对方一下子不能接受好意,殊不止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啊,处女眼中的白羊,大多数时候是带着光环的,也许有些处女做跟白羊发竿子打不着,就是一辈子的陌路人,但也有些处女会很需要白羊的保护,那种大大咧咧,对生活有劲到有热忱的样子,会整体造化系处女做的决心和力量, 秋天成做,都是基本功嘛,相似型又来了,不过论及天成和白羊的相似,那是真的挺有意思,挺微妙,挺需要你细细拒绝和推敲的, 那就是,在爱情上,他们对待喜欢人的态度,别看天成,一副极优雅极有姿态的样子,他们对在乎的人那是顾虑可多了,想法可多了,起七八八的疑问可多了, 所以你才感觉,他对你忽远忽近,欲言又止啊,所以他会关心你,呵护你,但就是,又离你那么远啊,这一点白羊也一样, 碰上喜欢的就分分钟他会牢变小白兔,会害羞啊,会手足不错啊,会不知道怎么说话啊,等等, 这两个星座的可爱之处,在检验真爱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但天成总总是会一直停留在犹豫,迟疑的阶段,而我们的大白羊,基本上就是一咬牙,一闭眼,干脆往前冲了,天成白羊配对的组合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过也容易有冤家对头的感觉,要不就是从头到脚讨厌白羊的行为做派,恨不得离他们巴掌远,要么就是可崇拜可迷惯了, 你不知道互相像了什么呀,反正,就很纠结,就天蝎座,天蝎和白羊呢, 其实是从人生信条到处事风格都极然不同的类型,两个人精水不放合水,有利益共享,有哭闹各笨东西, 但天蝎座体内最明显的白羊记忆,就是,自信,当大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天蝎男身上, 他们有准备着自信,特别喜欢被人养食被人攻着的感觉,说白了就是直男爱你们懂的, 不自觉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具有权威的偶像一般的引明者,反正不管有没有偶像的实力,架势是不能出的, 天蝎女呢,就是跟白羊女一样,得找一个让她崇拜着,发自内心认同的,才可以在一起, 不如他们的或是让她看不起的,统统不可以,天蝎座的臭脾气发作起来, 你会找到白羊身上最初的影子,比如,一下子就没有了理智顶倒黑白, 别人只要说一句不好,或是质疑就不能忍,就觉得是最大的冒犯, 天蝎眼中的白羊绝对是可塑制裁,为什么? 因为内心机啊,什么都表现在脸上啊,就会让特别喜欢当心理老师的天蝎座有融莫大的成就感, 不过呢,两个人谁都不要试图改变对方的性格,就看接收到什么程度就好了, 成射手座,破相星座大本龄的伙伴们又来了,之前说完了狮子和白羊, 同理,射手和白羊身上的相同之处也是不少,但因为射手是变动工, 所以往往是表面一样,越到后来越不一样,有一点大家不要忽略, 那就是,射手座在感情上都会开始没用力最用力, 你早追到了之后,就另算了,不是说你们不好, 而是说三分钟热血这个毛病,真的是白羊座上身了, 毕竟任哪个人在关系稳定下来,都是会改变态度,甚至倦怠的, 像一个跑完五千米的人,不可能让他冲过了终点, 仍然以那个速度继续跑完,那不科学,也不合常理啊, 所以是手座最喜欢十字利的互动,你们容易觉得没意思, 容易厉害,也容易被其他事物转移注意力, 所以那些为你无条件付出,没底线妥协的人, 只会让你觉得特别没意思,没滋味,而且会莫名有压力, 想远离,射手和白羊, 比起令人来说,最好的最融洽的关系, 其实是做玩伴,做两小无猜开始的那种好朋友, 其实不用两小无猜,你们很快就会打成一片, 有种相逢客满的感觉,在射手心里,白羊座就像一盏灯, 他在那里,就很亮,去摩羯座,都是几本工, 但摩羯身上的白羊特质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虽然如此,他们却变成了最突出的一种存在, 那就是,一旦经过颠簿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反而会变得特别不愿意动态, 很懒,你们自己想到了吗? 这就是基本功的一种肩负, 无论你是风活水土那个肖, 你都会在进入稳定状态之后, 不愿意再改变, 当然,咱们土星守护的大摩羯更是如此, 说好听了,你们是在坚持, 有抗压性,特别难打击,说不好听了, 那就是懒,真的懒, 摩羯座最喜欢在原地太步的时候, 给自己找一些听起来很美的借口, 仿佛受到了上帝的指示, 总是可以念念有词的死命坚持, 搞笑的是,这种坚持不会让他多快乐, 多有成就感, 把门还增添了烦恼和困扰, 但是人家吃苦人家乐意, 人家就是想要当个滚滚俗世中的苦行僧, 跟你们凡夫俗子都不一样, 摩羯心里的白羊, 摩羯啊, 是带着一种羡慕家极度的有色眼镜去看白羊的, 嘴上说什么不认同人家的方式, 可不想变得那么不理智, 但实际上, 真的是有种相貌在心里最深处蠢蠢欲动, 只不过, 你们不会行动而已, 听水瓶座, 水瓶座跟白羊座的相似之处, 和平的时候看不出来, 一旦遇到挑战和问题, 那就出现了, 比如, 在谈恋爱的时候, 记住不能挑战到他, 他自己, 他的梦想, 他的自由, 白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类型, 水瓶也非常强悍, 热极了他们是会六千不认的, 如果水瓶想分手, 或者表现的跟分手差不多, 那就意味着, 他已经不怕失去你了, 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 有你, 没你, 都没太所谓的, 另外水瓶跟白羊都很收标, 专后吗, 就是我摇山放火可以, 业力点灯不行, 以自我为中心是水瓶的一个显著特征, 但是这个某些星座的字字不一样, 他们往事没有想到那么多, 只是去依照自己的心情做判断, 仅此而已, 可谁让他们的心情一会儿一变啊, 真是要死了啊, 因此也不要纠结于, 当年跟你如交自欺的水瓶, 怎么就面目全非了呢, 他怎么宁可跟虎鹏狗有天天混, 也不想多理你一分钟呢, 白羊在水瓶的眼里, 就是一张白花花的白纸, 特别没悬念, 也没啥挑战, 但他们的热情让人难以拒绝, 所以在某种时候, 白羊能用自身的能量影响水瓶座, 听双鱼座, 双鱼座温柔似水啊, 白羊座直来直往在啊, 他们也是两个世界的人, 也是对彼此很不能理解, 很不能沟通, 但双鱼座心里, 深藏着最大的白羊座基业, 就是不靠谷, 双鱼座的梦幻, 温柔, 都让它们成为十二星座当中最特别的存在, 但不可可见的是, 双鱼座的不靠谱, 不是因为自己没谱, 而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靠, 他们想法太漂浮, 就像一个正在迷幻当中的白羊座, 做事仅凭着灵感和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撑, 能撑多久算多久, 有时候兴致来了就会不管不顾, 被泼了冷水就会马上滴落, 很多人跟双鱼座接触的时候, 都觉得它们会有情绪上突然的起伏, 因为很多时候双鱼座自己也不会控制情绪, 总的来说呢, 千万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影帝以后, 在双鱼座眼中, 白羊是有些可怕的, 比较火爆, 比较急躁, 在有的时候, 它们对白羊座, 还是会有莫名的欺负感, 会幻想如果我是这个人, 那么生活会不会更好玩一些, 下面, 走进白羊座名人堂, 上次说到水瓶座的时候, 拌出了一堆美国总统, 后台桶子留言说我贴心, 这怎么可能吗, 来来来, 这位是托老斯结辈训, 第三任美国总统, 独立战争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卓别连是大师, 名副其实的大师, 翻来可以靠颜值吃饭, 人家硬是要拼实力, 不得不说白羊座, 对于心中非常向往的理想, 是可以倾尽一生去努力的, 卓别连到88岁事实为之, 局印生涯超过70年, 最后是无数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又一位牛人来了, 安徒生, 蒋真,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它是一个传说, 就是没办法跟一个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 现在也仍然觉得, 在当时的年代可以写出那么多神奇的文字, 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大哥也是个怪花, 双性恋, 这位是我的偶像, 约克夫普利策, 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 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 他给新闻业, 特别是新闻事业和教育方面, 留下几为珍贵的遗产, 最为人熟知的贡献, 就是奠定了美国报纸专栏模式, 想想人家, 31岁创办第一张报纸, 各位波罗三的宝宝们, 你们都在干啥? 接下来, 这位是达芬奇, 给贵妇, 卧室词穷浪, 冲击并没有结束, 放高来了, 所有文艺的不文艺, 上小学的初中的大学的, 心里过多过少都是有放高行结的吧, 他是影像拍画家, 但我总觉得他的画非常的具体, 一点也不印象, 跟耳朵的上就不多说了, 文人都是跟常人不同的, 只是早早就结束生命实在可惜, 你们发现了吗? 达芬座的人, 只要在一个领域里钻研, 绝对就会变成仙剧者, 娇威, 伟人, 这就是他们性格中最大的优势, 黑泽宁在电影圈里的地位也是如此, 一生排的片子不算多, 但经典频出, 最牛的是, 人家不光倒, 还经常兼任编剧, 剪剪, 剪剪啥的, 你们说, 要是现在中国影视圈也能这样, 应该不光会有更多好作品, 全会剩下不少吧, 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 米兰昆德拉, 为了他我还特意去了杰克朝圣, 曾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希望有生之年获奖啊, 我吧, 被一个事实给整金了, 那就是Lady Gaga, 186年的, 人家才过三十, 他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对洋洋人而言, 出名成名都要趁早的道理, 全比马是速度啊, 不过白羊做的他也算长情, 跟那个未婚夫六年了, 分分合合分分合合, 没完没了没了没完, 歌后嘛, 嘎嘎走的是奇异风, 玛丽亚采力是争捅风, 多有力量的声音, 多美的台风啊, 只想吐槽一句, 今年纽约的跨年演唱, 你为毛要假唱啊, 假也就假了, 还那么随性, 还被全世界抓包, 去年的他倒霉事, 二天二连三, 今年白羊运气不错, 请住啊, 成龙也是成名很早的典型, 像多数白羊男一样, 桃花园也渴望, 然后, 然后就有点乱套, 那句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真是每每肚体都醉醉白, 后来他在采访中还该口说, 是一部分男人, 爱马, 男人们请何以看啊, 虽然老师都成云烟, 但一想到刘烟, 还是能想起他跟金牛女谢那的乐, 这种搭配, 本来就是好起来有气如素, 坏起来形同陌路, 桃花社长脾气是真棒, 还是外国老婆比较可以制服, 杨永齐是特别典型的白羊女, 高材生毕业之后义无反顾, 做起自己想做的事, 面对感情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生生的把正一剑从双鱼女上被其手里抢过来, 当年的双鞋夺面啊, 轰轰烈烈, 说到这儿有个趣事跟大家分享, 我还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候, 有一天上班, 然后在门口跟一个人擦肩而过, 那个人就高, 腿就好看, 于是我赶紧回头, 这个赶紧已经来不及了, 对方上了一辆轿车, 他叫梁永齐, 那我们来继续说另外一个齐, 舒齐, 看舒齐的性感, 你就知道什么性感的大气和詹狂了, 只有白羊女可以有这种气质, 看她对照着, 那个时候也绝对是爱, 不过现在女神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单身冯德伦也帅帅的, 只唱一个娃, 啊对, 少是她的侯小姐导演, 也是白羊作, 山下志求, 山匹帅, 山匹呆, 山匹人人爱, 不说别的啊, 都长成这样了, 亲们还对白羊男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不过这家艺人你们懂的, 飞文啊女友啊, 都是捕风捉影, 能像阴景翔那种直接挑紧的, 也亏了有个牛班老爸没得怕, 最近一则好消息是Blue Code, 平凡人买要开第三季, 真的太不容易了, 然而我的最爱, 还是她在复试月酒的首秀, 求婚大作战, 不好意思啊, 又是一位最佳的, 如果龙泽秀明和山下志求, 拼男神力的话, 究竟是什么结果呢? 地球会不会爆炸? 我们多少人都是伴着陈乔恩在偶像剧长大的, 叶天瑜, 陈兮宜, 如暑假真好嘛, 现在最大悬念就在凯凯王手里, 然而一个白羊女和一个狮子男, 如果成了的话, 该是多么美好啊, 林俊杰是非常低调的白羊做了, 曾经一度担心这么好的声音会慢慢被淡忘, 然后在我是歌手里, 又见她, 重新经验了一番, 果然人还是要靠实力, 什么时候都会抓住你的注意力, 一点不含糊, 下面这位实力派歌手, 黄启山, 前夫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创作人图会员, 张慧妹的两首经验简爱听海都出自她手, 黄大姐什么都好, 就是情绪情负太大, 据说第一段和第二段婚姻要结束的时候, 她都今天懂得的闹腾过, 性, 我大爱的性, 我入坑的第一部陈间剧, 多谢缓带, 还有去年的最高约会, 恋爱究竟是什么, 都是她主演, 当然得承认出于对她老公的迷恋, 我有爱无极无的成分, 从当年的摩托到如今的演技担当, 虽然爹超级牛逼, 就是一剧回忆录里的渡边签, 但性一路走来也真心不容易, PS前两天爹又被爆出来有小三, 这么大岁数也不消息, 来看看通青哥夫夫妇的虐狗罩吧, 两人一个1米89, 一个1米74, 性年纪不浮沉沉好多年, 直到多谢缓带, 才稳定的让人拍手撑拳, 更巧的是还因细节约, 加了3605死角的5号青年冬初超大, 水瓶座的冬初军, 居家温存会做伐, 客气夫人有教养, 建议各位看看她那七情热大路, 给我看哭了, 幸福的恋爱, 幸福的结婚, 幸福的养育之双包胎, 然后, 最新消息是他们已经怀了第三个娃了, 别人三年爆两, 这是两年包三, 我请问, 他们上辈子, 究竟是寄了多少的啊, 曾有一度, 石镜蕾那就是文艺女, 白羊女的代表啊, 那副大杂杂的吊炸天的饭啊, 放在别人身上就是招人烦, 放在她身上你就很受用啊, 如今看看她对冻卵, 婚姻等等问题的看法, 果然是自由自在, 不为别人活, 其实我小时候挺意外的, 在忙那么感性的一个人, 居然是白羊座, 后来真的仔细研究了星座, 了解了越多之后发现, 哎哟, 这么放飞自我的, 这把我请我做的人, 除了白羊女, 还有谁行吗? 三位名小嫂同学吧, 曾经因为跟娱乐圈走得太近, 那也是话题人物啊, 然而我是通过一档网综, 叫做明星大侦探, 对她露转粉的, 哎哟喂, 这个白羊男反应太快了, 太可爱了, 说话太道贵了, 一下子之前的舞团都解开了, 推荐大家也看看, 说野斗, 都是名嘴, 我对韩哥是粉转路人, 当年的他多机智啊, 多有魅力啊, 现在究竟是咋了, 情商吧, 没有何老师高, 至少我们无从判定, 节目也没有太出彩的, 可我真的想说, 今天向上, 你们不要再借借了好吗, 日本综艺节目的观众也不少, 蓝和SMAP都哭晕在厕所啊, 总结, 白羊男不能踩豆色, 还有一个叫徐正, 那什么, 蓝瑶必须推荐一发, 可别忘了, 性感只是副业, 人家令蓝瑶要演技有演技, 要性格有性格啊, 谁没看过海贱日记, 谁没被影之光触动过, 就算现在平行被吐槽凶缩水, 那又怎么样呢, 三浦春马这小哥, 出道真心太早了吧, 而且一直都只一个样, 我看完脸空之后, 十年之后再看别人让我走, 就是觉得, 这张脸, 没啥变化吗, 最后, 葛大爷送给大家, 葛大爷太招人稀罕了, 我希望, 用心做, 给你带去幸福, 噢, 那么, 在那边, 谢谢你,